小菊 你以前喜欢的人是谁啊 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你今天还喜欢他吗 过去的事情总会过去的嘛 人呢 总是要向前看的对不对 以后不许再提这件事喽 好 没问题 来 借住了啊 没事 加油 看我的 你来 这样 你看 我并不厉害 你吓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快 你怎么来了呀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 干吗 我 上个月的伙食费正好多了三百 大拓 谢谢你啊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值人图报了 不像是你的风格啊 我什么时候不 不值人图报了 这样才对嘛 张牙舞爪的这样才更像你 好好的气氛都被你给破坏了 我刚刚还想着怎么报答你呢 要不我今年的压岁钱就不给我妈了 我给你买全套的金庸小说怎么样 你要是真想报答我的话 以后就随叫随到 怎么样 全套的金庸小说 全套的金庸小说 你换我给你做牛做马 你算盘打得真够可以的 怎么了 我们之间要算得那么清楚的吗 那这么说的话 之前阿姨还精神让你给我带好吃的 那这些该怎么算啊 行吧 那这周末你跟我一起回家 我让我妈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好 行 那你帮我递一下 我把这上面的再摆好一点 好 好 这个吗 对 十一 天哪 怎么溜这么多血啊 没事 没事 怎么刮到的呀 怎么办呀 十一 你没事吧 十一 十一 疼不疼啊 十一 你等等我 去医医院 十一 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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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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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不要碰到水 隔一天来换一次药 医生 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晕倒了 需不需要再做一些其他的检查啊 晕倒 有没有滴血糖 不知道 突然晕倒有很多原因 我建议啊 先去好好检查一下 找到原因 好的好的 需要做什么检查啊 我又不是瓷娃娃 你这么小心翼的 人家不知道还以为我得什么绝症了呢 你赶紧给我呸呸呸 好 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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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跟你说 检查一下好放心 我又没说我不检查 我自己去检查可以吗 不行 那你现在回去 不行 我又不跑 陆十一 走不走 夏小菊 沈学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在请你课实习啊 陆十一这手怎么了 他胳膊被挂钩滑了一下 刚才又晕倒了 医生说让他再检查一下 没什么 就是他太大惊小怪了 晕倒这事可大可小 一定要检查清楚啊 你看 沈学姐也这么说吧 是是是是 你说得都对行了吧 这样 既然碰到了沈学姐呢 那就让沈学姐陪我一起去化验 你呢 现在赶紧回便利店 不然老板真的把你开除了 看你倒是怎么办 人家沈学姐要上班的 小菊 你回去忙吧 我今天没什么事 我带她去 放心吧 沈学姐在 我还能跑不成吗 我肯定会乖乖做检查的 走吧 真的 真的 走吧 那 那我就先走了 嗯 学姐 那麻烦你了 没关系 哎 你等一下 嗯 把衣服穿上 外面太冷了 哎呀 你赶紧穿上吧你 我走了啊 哎 好 拜拜 那你路上小心啊 好 知道了 拜拜 拜拜 嗯 拜拜 拜拜 拜拜